我等会就回来 嗨 哥哥 小宝 我才刚从娇娇家过来 他打破你爸爸的盘子 惹出了麻烦 但是他说他没有打破它 他说是你打破的 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哦 这个 事实上他是对的 娇娇没有打破盘子 那是 那是 是安安他 他弟弟 对啊 对 安安打破了那个盘子 我跟你讲故事的经过 是安安的错 他将那个盘子打破 他就是那么调皮 不论你怎么说 他让那一只可能一不小心 又将盘子打破 都是安安的错 他的错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情况 哇 天哪 我不知道安安这个小孩竟然会有这么暴力 他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小孩子 我甚至不知道他有一只恐龙啊 真是太